這支的叫做Quickframe靜電無痕萬用透明貼 我猜大家小時候也有玩過遊戲 拿一塊紙然後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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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放一條頭髮 那條頭髮就會因為靜電的緣故 就會把頭髮貼起來 Quickframe的大部分產品就是用這個靜電的技術 把所有東西貼在牆上或者在白板上 就很牢固地把它貼緊 完全不用用膠水 不用用膠紙 黏住了 以前做空笑的時候 每個月每逢20日 我們就會出一個監表 那個監表是超級密碼碼的 就像這個一樣 我們通常就是用電話看 就會這樣看著監表 看著那些G碼寫的字 可以看到眼睛都慢 我就是想到一個方法 可以很方便去看監表 就是把它刷出來 時拍片這裡剛好有一塊白色的牆 就很適合不斷貼東西上去 我就刷了三張監表出來 就試試貼在上面 當我剪完之後才發現 原來這裡是有一條去線可以沿著撕下來 那就不用剪到癢癢慘慘了 我這個監表就老固的貼在這裡 現在試試用這個線撥 它會不會完全是超級老固的 打風也打不掉 除此之外 它還可以寫東西上去 我就預備了兩支白板筆 購物 這班機我就會去瘋狂購物 這個透明貼的表面 可以一抹就抹走它 很簡單 用一點紙巾 這樣一著 所有東西都抹光了 其實這個透明貼不只是在家裡用 辦公室都可以用 你可能貼一些生紙卡 或者貼一些照片 所有東西都在白色的牆上 裝飾它 也是一個超級方便 不需要用膠水 不需要用膠紙 又不怕弄花牆的情況之下 完全可以做到的 去到我這個房間的這邊 其實有紅白色的牆 超級悶 超級寡的 我就想貼一些東西上去 因為現在疫情 我們不能去旅行 疫情之後 我們究竟要去哪裏旅行 只想都很開心 我就寫了一張紙出來 就是一個地圖 上面寫著my travel 就是我疫情之後很想去旅行的地方 我打算貼在這裡 第一 最想去的是馬爾代夫 第二個想去的地方 就是冰島 第三個地方想去哪裏 就是南美 South America 這樣 然後我每天睡覺 都會想起我想去的地方 我的房間就簡單 有一點點綴在這裡 如果我之後飛回 做空笑的時候 我的監錶就可以這樣呈現了 除了透明貼之外 Quickframe最近還推出了這個 夜光的靜電貼 這個夜光貼 總共有五款 除了有星星圖案的 還有這個掃眠樣子 Counting Sheep 還有暴夢網 這個是Eat Sleep Repeat 還有這個是雪花 那我先貼個星星 它也是一個透明的貼 這樣撕下來 然後這個貼在牆上就可以了 我覺得如果有成年貼 在幼稚園做裝修也很方便 曬了整個下午 現在關燈看看效果 我先 嘩 好漂亮 好像回到小時候 晚上就看著這些星星 幻想自己去旅行 當你想撕下來的時候 你只要把這一塊透明貼撕下來 完全不留任何痕跡 就可以把它撕下來 整塊撕下來 完全不留任何痕跡 那今天這個Quickframe的 淨店透明貼 還有夜光貼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也好想補充一下自己家 或者是重要的文件 用一個不需要用膠紙 不需要用膠水 毫無痕跡的方法貼在牆上的話 不妨可以去買一支來試一下 今天的短片就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條短片再見啦 拜拜